内塔尼亚胡宣称 目前针对加沙地区的作战正式进入第三阶段 以色列国防军开始大规模涌入加沙 据以色列防目公开消息称 他们所制定的三阶段战略规划 分别是第一阶段对加沙进行全面封锁 断水断电断粮断网 第二阶段对加沙进行不间断的空袭活动 第三阶段地面部队大规模进入加沙 推翻哈马斯建立自己的傀儡政权 同时按照以色列国防军的说法 第三阶段意味着战争结束 然而在本虎看来 第三阶段才是这场战争的开始 因为加沙地区最为可怕的武器 是无处不在的地道 从某种角度上说 目前加沙地下是一座完完全全的空城 因为这里早就被彻底挖空了 加沙地下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地下轨道网络 目前哈马斯方面公开了一部分 他们的地道网络相关信息 加沙地道的建设是从以色列围困加沙 起今为止都建了16年了 目前加沙地道分成军用地道和民用地道两部分 民用地道的作用是交易渠道 可以连接外部 是整个加沙正常运转的核心 人们在下面可以居住工作贸易 地下还建设有医院学校餐厅等多种生活设施 整个地道内部通过道路滑轮电梯等手段进行连接 那当然这些设施的完美程度是难以和地面的同类设施相比的 但至少也算是一个求生的手段 然后是军事地道 军事地道又分成中枢地道和战斗地道两部分 中枢地道主要负责的是武器单欧储存 屯兵兵力转移 部队指挥等等 是哈马斯武装的核心 中枢地道 战地面积续大 哈马斯的指挥所 情报分析中心 通讯中心都建设在这里 另外就是战斗地道了 战斗地道可以被看作是地下的嵌豪 哈马斯的战斗部队主要是通过这些战斗地道和以色列军队进行周旋的 每一个战斗地道都有一个牌或者一个连队来负责 他们只了解自己防区所在的地道 对隔壁防区的地道一无所知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防止情报泄露带来的负面影响 此外不管是中枢地道还是战斗地道 这些地道都建设了完备的排水设施 消防设施和防毒设施 毕竟这些地道都挖16年了 与其说是地道 不如说这里就是一座设施完备的地下都市 该有的设施肯定都是有 所以没有办法像是对付临时地道那样 简单放一把火 把地道填上或者是灌水灌毒就能轻松解决 地道的优势就是可以有效的消解 以色列的重型火力优势 地道如果小 以色列装甲单位在面对地道的时候会完全失效 轰炸炮击不好用 哈马斯的地道最浅的地方也有数米深 完全可以挡住攻击 哪怕偶尔摧毁了一两个地道 住口也没用 因为这是个完整的地道网络 以色列发现了哪段地道 那哈马斯直接用炸药把其炸毁就行 大不了我从其他地方进 就算你用钻地弹也不好使 毕竟整个加沙地下是多层地道网络 那钻地弹多贵啊 你要是用这把把整个加沙一寸一寸的离一遍 那后勤部门当场就敢死给你国防不堪 此外啊 这些地道的路口非常隐蔽 而且数量众多 还是那句话 除非你一寸土地一寸土地的找 不然很难把所有地道路口找出来 以色列在推进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明明已经把一个地方扫荡过了 但是部队刚过去就一大缺人从地道里面钻出来 偷袭以色列国防军的后背 此外 哈马斯地道还能连接到外国 之前哈马斯就拍这样一段视频 士兵上午跟以色列国防军刚打一仗 那中午呢 就通过地道 跨过国境县 去埃及 买来肯德基的外带全家桶 下午全联一起吃炸鸡 那可以说这段视频啊 是对以色列所说的完全围困最好的访刺 当年抗日战争的时候 中国人民挖的临时地道都能给日本人带来助创 哈马斯地道已经挖了16年的城市级地道 必然也会给以色列军队带来更大的麻烦 这段视频就会给大家看